今年农业制裁补助美工请耕地补助额度由1800元提升到2200元 提供农民兑换所需要的农用肥料 并且由县政府委托业者配送到家 玉里正公所农业客表示说 到目前有将近七成的农民来申请了 还剩下几天时间请农民把握机会 今年的农业制裁补助美工请耕地补助额度由1800元提升到2200元 提供农民兑换所需农用肥料 并且由县府委托业者配送到家 玉里正公所农业客表示 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七成左右的农民来申请 还剩下几天希望农民把握自身权益 那今年因为原物料都上涨 所以说我们的县政府抵循我们农民 所以特别把美工请的补助金额 由原来的1800元 那涨到现在的2200块 那他的受理的限制是 他必须是在涉及在我们花莲县的农民 今年度农业资裁补助从3月1号开始受理申请 一直到3月31号截止 预期将不予受理 预计11月展开发放作业 请符合补助资格的农友 在受理申请期限内 期待身份证明文件证本 印章以及土地相关证明文件 到土地所在的乡镇市公所来申请 记者高雄双玉璃镇采访报道 三 二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